做完了 你也要随時賺個手 哈哈哈哈 欸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啊 不見得說一定要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一條線 你可以多著然後慢慢的去畫 認真話一點真的後面去背的效果會比較好 當然不可否認啦 其實如果我用Photoshop跟Photoshop這樣比起來的話 我會發現Photoshop去的會再仔細一點 或者那個有些地方 它可能算的就不是那麼精準 好看到了看到了 再忍耐一下就到最後面了 當然這邊的滑鼠沒有你們家 所以可能你用一用手會比較短一點 好 那麼我畫在下面這邊 不用多指一指 再從這邊再大到一指過來 有沒有 有沒有一下麻煩 那我最後畫 我就把它調成四方向 有沒有這樣就框起來了 但是這裡沒有框到對不對 欸我們再把它稍微框大一點 好 這裡 像這裡可以抵抓就可以再小一點 好 那麼我現在都框好了 就往下一步前進來 接著他就問你 哪裡是你不要的 在不要的地方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去掉 在不要的地方點一下 在不要的地方點一下 在不要的地方都可以點一下 點一下 好那去掉之後呢 再往下一步 好 這裡還有一個沒有 你可以隨時回頭 隨時回頭 就再要塗進來就好了 不要發現就好了 不要發現就好了 呵呵呵 嘿 這裡 這裡 好 所以我們再下一步 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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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不對 好 那下一步 那下一步這個他就要稍微計算一下 因為 真正要開始去 把那個邊緣去掉 就是在這一個步驟 所以如果你的照片比較大 他的時間可能會需要比較長一點點 比較長一點點 那 他進來呢 這一個步驟也會問你 欸 你要截取的那個四字程度 通常我都會調最高啦 因為畢竟我這下比較準確的嘛 我大概用它 好 看起來它要跑很久 那我就要先把畫面還給大家囉 請你來試看看 你看 它有這麼困難 幫我們把它去好了 有沒有 對不對 效果比我們剛剛在說 可以不這樣 這邊都那 好 好 好 它是因為這張是那個數位照片 有一個檔案 所以區別時間會比較長 好 那您看我們剛剛最後一個步驟 在這裡 有沒有 區別的程度高跟低 好 通常我都是調最高啦 但是這我就不要再調 因為調比較長 不要嚇客人 好 OK 那麼現在呢 我就把它繼續往下一步 下一步的話 它就會問 你可以做微調 做微調 那預設呢 會給你一個顏色 通常來講 我會把這個顏色就設成 跟我以後要區別之後的顏色一樣 好 而且我通常會把這個透明度 這條層 完全不透明 因為這樣我就看得比較清楚 好 看得比較清楚 那如果說 這樣有某些缺點 我就可以稍微再修一下 好 你看這隻 像這個橡皮擦 這個橡皮擦 我如果覺得這邊 去的不是很好 我就稍微再修一下 所以呢 我剛剛前面很認真話 是有代價的 因為我後面要修得很少 好 那如果老師您在這一塊 剛剛 輕輕散散散為為為 呵呵 呵呵 好 那最後呢 如果都沒有問題 專確定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樣就下好幾首 沒有會 好 因為你不能再回來了 所以確定之後 您看一下 您用這個移動 挑選工具 你看 給一個 對 嘿 這樣就有分身了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 在外面有那個硬材 就是人型的那個硬材 也可以像這樣做 你也可以旁邊再加一個 像我們這個那個邊框 對不對 那叫邊框 但是看起來比較像那個人型的 一百年後 放在影片裡也可以 都是一種方式 那 怎麼拿出來 有幾種方法 最簡單的 所有波特那個都適用的話 就從這邊 網路 就是 影像最佳化 網路裡面的影像最佳化 把它點一下 好 這個之後 因為我選到這個物件 我只要它出來就好了 所以我就選定的物件 還確定 嘿老師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有PMG 原來共同波特那個剛剛很像 對不對 我就用PMG 其實你如果仔細看 你看這邊 稍微有點去 有一些去的還不錯 有沒有 旁邊這些邊緣 對不對 對 所以認真的話 真的 還是有幫助的 好 存檔 然後我就把它 放到我們的 資料夾裡面 好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丟進來 影片點名 直接 把它丟 啊 這邊 丟 丟 丟到 滑滑 啊 好 增加 我把這一張拿進來 有沒有 現在就去好了 那 其實如果說 你看我們後面不是有一張這個嗎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做在這個上面 也可以啊 你可以分兩層啊 比如說我再增加一層啊 確定 我現在不是有兩個軌道嗎 欸 我就把這一層拿到人家上面來 這樣有沒有就放在上面了 放外面沒關係嘛 但是不要站這樣啊 這樣拍一看 對吧 所以我們就幫他留一個空間 你這樣 就讓旁邊這一招被擋掉 也沒關係啊 因為那感覺就比較水附屬的 這樣可以吧 可以做很多變化效果 你在這邊 那麼 我們現在已經學會了那種靜態的 那動態的怎麼辦 需要有志願者來表演 哈哈哈 欸 老師有給我再做一相機或滴滴 用你的拍看看 沒有啊 都沒有 我再做一相機 哈哈哈 那就用我的來拍啦 我們來試看看 來 那